建模这个版本垃圾 我觉得建模不如那儿 对 他的那儿那把打369的凯呢 我觉得已经表现很好了 而且 他那儿还可以的 兵哥的那儿好像是带线的那种 不是他团的 他的出钢都是比较偏上的 喜欢带的 猴子可能要马上溜了 猴子吃完啦 能生6吗 如果能生6的话他们可以接啊 方普拉怎么说 能不能6 6级了 感觉别人这个位置 卢香先到 而且猫B来了 对卢香是 但是卢香是先到的 哲利还没到啊 这个位置卢香 要闪开这个 要先开care 感觉方巴塞还是比较好打 这个位置啊 虽然家6没状态 但是猴子6啊 位置5级 而且少那儿 请接 抢到了 薰抢到了 不过猴子开了个好团 家长给大招 猴子直接被秒了 被辛德拉的一个大 冰美墙没开大 感觉跟队友很难会合呀 正面的话 冰也是交了个闪现 没死掉 最后强壮又被追 哎 爆炸球果下来了 冰哥好秀 小老虎也要死感觉 交了个异性能过来 哎呀还是没事 打到有点 哎 稀碎这边方法的穿战 那里没眼 哦这个位置很危险 都没闪 倒了 两个都死了吗 AD没跑步 哎 这波找机会找得非常好 站起来 这波浩野选择还可以 感觉这个方法找机会找得非常好 他们没有闪现的时候 BLG所有人就是 除了冲突没有闪现的时候 一定要找机会杀人 不然你这个猴子 叫猫咪选出来 就是没有意义 冰哥过来吗 他没拿到已经放了 等冰 冰没了 开到位呀 猴子需要开了呀 猴子没搭 猫咪没搭 敢不敢追 想不想追吗 BLG 就不追 让冰哥推 小心把中塔拔了 这个就是最 也可以啊 我觉得BLG这个选择可以的 追到人了 天尔有闪 开到人了 天尔没闪 这怎么说 感觉加流不好跑啊 没潮捧到被推到了 冰哥在外面 而且冰哥是变大状态过来的 想不想开呢 哎呦很稳 我就不开 杀个K啊可以了 这感觉方布拉斯被运营麻了呀 对啊 冰哥打得好稳啊 就他 他就不上头 就不开团 对 闪开想哥吗 请他闪现过来 闪哥倒了 家里要大招保护一下 还是倒了 好夜也要死啊 冰这个位置蹲的太好了 他这个埋伏 无敌 真的是无敌 这波熏力功了 牙膏直接闪现过来更伤害 感觉被一波了呀 小老我想脱中了吗 想脱家 18级的冰哥 哇推到两个 推到两个 但是这是假的猴子啊 假猴 是的 我觉得 又要砸 不准死 打不死的样 倒着脸上去 唉 卫言是锁到翔哥 翔哥没闪 倒了 0.5 GG 兵哥在扛他 兵哥在那里 0-0-7 快一千块钱 0-0-7但是他很稀 而且他快一千块钱 阿里巴还真的挺低的 一千块钱少钱 我觉得这把MVP 其实也可以给兵哥 也可以给魏 因为魏那波团确实开的比较关键 但主要是这把新运营局 我觉得这种局MVP是最难选的 因为你上楼单代英雄 你代线可能没有人头 看起来这个人有没有人头 没有什么操作 但是他一直在带你 在恶心折磨对面的上楼 其实我觉得是我的话 这把MVP会给上楼 我记得以前是 上楼其实作用挺大的 我记得以前W比赛的时候 我直播间大摩都是 不在今天不在今天 现在每次FUNPLUS 我只要解说FUNPLUS比赛 我的直播间大摩都是 不在今天 现在已经变了 变位了啊 就已经是 应该说不在今年 不在 马上要过年了 我也觉得 要看兔年了 不在真不在今年 兔年还有机会 对 FUNPLUS 最后一场了呀 是的 是的 年前最后一场 他们还有点不习惯 他们还在问你在哪个队伍 啊 他们在问我在哪个队伍啊 他们在问我在哪个队伍啊 对 他们可能一段时间没看比赛了 就是 可能以为以你的实力还在打 啊 我就问 英逼哥现在在哪个队伍 他是很诚恳那种问的 啊 然后直接被我封掉了 直接被我封掉了 直接被封了 我不允许这种 我不允许这种弹幕出现